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引起共愤 这几个月以来这样的事件上演了一幕又一幕 自我诋毁不知悔改 一次次的小作业阻击战导致整个网报 网络黑产业升级 危言耸听 这部事情刚有转机 昨日又有黄牛爆料 肖战下一站工作在上海简直打脸 被安排去上海 这工作进程太不可思议了 为了达到黑的目的 到处编制谎言 227独流们自嗨 每日日程分析肖战日程 直播代言综艺 依次打击肖战站不起来 上个月余生狼殿下 被黄牛谎爆播出时间 发布会开启 说的跟真的一样 甚至还有肖战演唱会各种打榜 抬高价格 谣言大于智者 谎话讲多了 不自觉的就内心不安 粉丝调料到 直黑的陷阱 工作室深陷舆润涡 成立一周年以来 肖战团队 处事风格 承担能力 认知程度 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成熟 最近不理智的粉丝们 做了一些兴风作浪的事 对工作室大力吐槽 黑子们背后偷笑不易 处理危机的公关方式不行 但年轻队伍有一特点 愿意接受大众的意见 陈小辰事件之后 亲自呼吁理智追星 沉淀内部力量 肖战乘风波浪 撕掉流量标签 走在前卫 他睿智 懂得娱乐圈人为刀柱 我为鱼肉的原则 自从踏入这里 他立志做一位实力演员 从小这做起 小角色 他刻外兼职设计 摄影 以及读书 旅游 爱好充沛 他的事业心雄厚 感情路担保 他不喜欢被拥戴 这个尴尬的年纪 想要做什么 全有本心 别人喜欢憎恨 讨厌 那是别人的情绪 不是自己的强烈要求 他有追求 如果没来影视圈 没遇上陈情令 可能现在创业成功 取得良人了 他把梦想放在了第二位 把家人放在了第一位 他孝顺懂事 227事件期间 没掉一滴眼泪 默默地忍受灾难 暴风雨来的夜晚 宁静落魄 五个月期间 被黑粉的骚咬缠身 折磨纷扰人心 演戏时经历了他人的人生 却也是自己 对于人生的完美答卷 每一份都是精彩的偏仓 寓意出了新的生命 绝处逢身 低谷深渊 无论高低 都能够绽放出 不一样的色彩 肖战终于撕掉 流量艺人的标签 纸黑们再无力打击 此次纪念曹玉先生 110周年特别的行动 青年远元肖战 与前辈艺术家万芳对话 等多家媒体报道 身份得到认可 主流播报 北京卫视 央视两大伯乐再度挺身 央视重新播放热门小品 央视三农早安曲推荐竹石 北京早安 简明扼药地 说出了此次反弹的意义 终于打破了流量 失格艺人的称谓 微博大好 媒体论坛 为他挺身而出 冲破束缚宇宙里的一丝光芒 黑夜里的一抹弹光 它像是一万个光点 点亮世界星辰 为小飞侠治愈悲伤 消除伤悲 愿每个人都能够找到 自己的灯和精神寄托 在命运的海岸上 打倒罪恶 朝着光亮 用油软的光泽 去温润受伤者的心 在沉沉的暮色里 发光寻热 愿每个小飞侠携手护战 执着一生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